封面新闻记者杨帆 女一号李冰冰身着白色叶的香钻礼群光彩立幕气场满级现场吸引了近千粉丝未管 李冰冰亮相巨齿沙在美国洛杉矶星光大道的首映仪式就在巨齿沙美国首映前一天 包括成都在内的38个国内城市举行了该片超前观影活动 这部将于8月10日在全球同步上映的电影获得了不俗的口碑 李冰冰亮相巨齿沙在美国洛杉矶星光大道的首映仪式 即刻转恶灵古堡5天潜日变形金刚4毁灭气园 45岁的李冰冰这次在巨齿沙气氛增多 晋升女一饰演海洋生物学家苏音谈到戒严原因 她自虐的说自己就爱那种肾上腺素飙升的刺激感 不过真正的原因是我第一次有机会驾驶水底滑翔记 李冰冰亮相巨齿沙 在美国洛杉矶星光大道的首映仪式 为了演出海洋生物学家的专业 她深入研究鲨鱼 读了许多资料 更为了与鲨鱼共有接受潜水训练 她坦言在水底演戏不容易 不熟潜水的她有一幕 要与鲨鱼搏斗 穿着整套潜水装备 被关在一个很小的沙龙里 因为电影里鲨鱼会一直攻击那个沙龙 所以沙龙被撞得不断晃动 我差点就把氧气用完 一回到岸上整个人都泪瘫了 饰演她父亲的是58岁台湾男星赵文轩 赵文轩认为虽然她只大了冰冰13岁 但两人演起妇女毫无违和感 既自然也理所当然 因为两人是多年好友 渊源颇深 她说冰冰拍的第一部电影就是和我一起 那是24年前的事的 当时她还在念戏剧学院 我们之后又合作过三部电影 作为暑期大最令人期待的好莱坞大制作电影 巨齿沙根据美国作家史蒂夫艾伦的同名小说改编 讲述了前美国海军陆战队 深海潜水专家乔纳斯泰勒杰森斯坦森士 临手中国女科学家张苏英、李冰冰氏 永久被困人员 却意外造成巨齿沙逃离深海的故事 此次巨齿沙超前观影活动覆盖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等38个城市 在影片中 人类与巨齿沙的博弈 与对决始终调足观众胃口 杰森斯坦森和李冰冰驾驶黑科技潜水器上演急速狂飙 巨齿沙来到前海攻击人类 众人逃离沙口等惊险场面 都让道场观影的观众都忍不住屏住呼吸 本片最引人关注的当属首次现身大荧幕的巨齿沙 以及真实、奇妙的深海世界 特效团队不仅研究了真实鲨鱼的状态 拨捉和模拟鲨鱼动作 还对这一史前五种进行科学合理的再创作 包括巨齿沙的腮、皮肤等都进行了有针对性地创造 使得巨大而充满震慑力 的巨齿沙在大荧幕上重生 李冰冰等主创在拍摄现场 而在惊险刺激的大场面中间 穿插的情感发展 也给了观众在特效场面中喘息的机会 围绕着同伴、妇女等人物关系之间感情的升华 让观众在震撼之余 也能感受影片中角色的内心蜕变 如果您有新闻线索 欢迎向我们爆料 疫情采纳有费用筹谢 爆料微信关注 AZS爆料QQ338 640 5712